这些音乐专家来到了隋线 挑几个比较敦诗的 这个编钟就开始试敲 这钟一敲 其中有一个专家就兴奋地跳起来 手舞足蹈欢呼雀跃 嘴中不断地喊着双音钟双音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钟能敲出两个声音 也就是说在这个钟的口言中部 敲出一个音 在钟的两侧还能敲出一个音 这两个音之间不一样 两侧敲出的音比这中间这个音高一个小三度 这位专家早在曾侯以编中发现之前 他就根据对先秦乐器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观点 说先秦时期的乐师 已经掌握了一个钟体发出两个声音的工艺 可是这篇文章被音乐学专家给否了 理由是清统器发声 整体震动 一个整体怎么会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高的声音呢 可是曾侯以编中以实物证明 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乐师 的确掌握了一个钟体发出两种声音的这样的工艺 那这位专家能不高兴吗 这样的声音的词